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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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快有爱的那一刻 我变得疼疼 心里那个小恶魔 变得好啰嗦 让我快点看到你 微笑着我 有一句喜欢你 想要偷偷对你说 你的相机和你微笑眼睛 变得可疑等浪和你相遇 就连梦里都在准备 穿上摸紧你 你不知道这都没有关系 快有爱的那一刻 我变得疼疼 心里那个小恶魔 变得好啰嗦 让我快点看到你 微笑着我 有一句喜欢你 想要偷偷对你说 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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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早啊 早啊 后谈你 早哦 祿佳 什么 够是 我不就是直逛人家 临时逗人家马途 你至于这么细口喷人吗 我相信陈墨 他不骗人 那你跟林奇 到底怎么样了呀 算是解除误会 回归正常吧 我们决定重新开始 这什么意思 你们后来又吵架了 没有 就是这段时间 我重新想了一下 以前我强迫跟他做朋友 是因为我以为 我哥的心脏在他身上 也是 既然已经知道了 是误会 是没必要强行再逛顶了 我想去掉我哥的滤镜 重新跟最真实的 季军行认识一下 没信心 你看看这个 这么小子 你记住 早啊 早 早啊 你是不是坐错位置了 我跟孙老师说了 咱俩换位置 以后你跟金鱼行坐 好 好 不是 你怎么也不觉得 她她有点奇怪啊 怎么连位置都换了 我好像知道点什么 但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依我看 她也都有一些过于礼貌 礼貌中 她偷了一丝疏离 疏离中还带有一丝怪异 怪异中藏着几丝八卦 八卦得十分默契 散了散了 她俩没事 灵溪 怎么了 你来一下 来一下 你跟我来一下 什么事 喂 到底出什么事了这么急 是凯哥 秦凯 他怎么了 他要被留急了 我们老吴说他成绩实在是太差了 这次约考 要是还在倒数三十名以内 就建议他留急 我都没有见到他那么难过 眼睛都哭肿了 还哭了 行吧 去看看 你要活呢 再滴滴滴 滴滴 这么凉 再再再来来 行 我怎么样 痘蛾都没你这么惨 要不是绕你是演的 我都快信了 凯哥 你也太拼了吧 有镜子吗 有了 这也不行啊 让你买那拍戏用的催泪棒 这儿这儿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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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怎么辣 够不辣才够劲儿呀 瑞瑞 在窗边呢 你还好吗 还行吧 哭了 没事 我一个人静静就好 行 你别走啊 你不得说点什么吗 不就是留急吗 不至于吧 留急还不严重 其实我对你有个建议 你可以趁着这次回路 重造的机会 直接从高一上半学习 开始留起 好好打好文化基础 怎么办 跑出牌了 你们老吴呢也是为你好 你要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用一年时间 画个全新的未来 划得来 别嘛 别嘛 你别放弃我嘛 我还是有救的 要不这样 你帮我复课 我成绩上去 不就不用留期了 成绩单呢 这呢 语文五十一 数学四十九 英语五十三 文宗三文 总共九十七 你这基础 差了不止一心半点 怕是得从初中的指点 开始学习 功诚量最大 看比登月啊 大人月初在月 阿姆斯大王也上去了 林夕你就答应做我老师好不好 刘备 刘备 刘备遇到 朱格亮才深究了薯锅 还有那个 那个谁 那个管仲 人家遇到爆牙书才 爆书牙 爆牙 什么 反正意思都一样 就意思就是 秦柴只有遇到了林夕老师 才能成为更好的秦柴 你这要求太突然了 秉之对你负责的原则 我好好考虑一下 你别考虑了呗 我让我去找你啊 等我 谢谢啊 你找我 你找我 也没什么 我爸给我报了荆州的考前集训 明天就走 这么突然吗 是挺突然的 所以 我想赶在走之前 跟你把上次的事情说清楚 听说 你跟林夕 因为我的话闹别吊了 不是你的原因 我跟她已经把话说开了 你不用在意 不过 有机会的话 你还是帮我跟林夕道个歉 毕竟元旦的事 我利用了她的好意 说我不对 她这个人 大大咧咧的 今天的事情明天就忘了 她肯定没放心上 你放心吧 那就好 好了 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别也到了 我走了 到了荆州 照顾好自己 别受伤了 多事好吃的 知道了 以前怎么没有觉得你这么唠叨啊 走 走了 其实 今天来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告诉你 你说 我现在不喜欢吃小熊软糖了 这听起来 是个不错的决定 是 再见 再见 晚自习前休息三十分钟 走读生可以回家了啊 路上注意安全 货死 踢死 photo 走吧 穿好 safest 走走走走走走走 dement 还会走呢 你们慢慢在出门左拐 我来的就是这儿 来找灵溪老师 一起学习 我搭一帮勤开补课 他再考不过就得留机了 这个点帮的补课 你确定 那行 我等你 我们一块回家 你不会还不知道吧 灵溪已经搬到学校宿舍住了 以后我每天就可以和灵溪 一起上学放学 外加外上一起学习 你什么时候搬到宿舍的 我妈知道吗 阿姨知道 她帮我收拾了行李 本来也说 就在你家住一个学期 正好宿管说有空窗 我就搬去学校来了 走足身啊 还是早点回家吧 一会儿学校该关门了 你 好好学吧 来干嘛的 学习 谢谢 妈 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 的 这道题我还是不太会 你再教教我呗 这不讲了三遍了吗 苏生的瑞伯斯 这个在开头的时候 我提过 苏生 女帝 这是最基础的一道题啊 行 就你知道多少 来 你告诉我 顿河畔罗斯托夫这个城市 每年平均气温是多少 什么苏 不知道了吧 不要以为每个领域都能当老师 术业有专攻 懂吗 五度到十四度 五度到十四度 这你都知道 恰好做个旅游攻略 行 你都知道是吧 那你知不知道花生不是中国的本土产物 是从南美传过来的 知不知道世界上最热的地方 是在美国的加尼弗利亚州的弗尼斯克里克 知不知道世界上最大鸟是什么 最小的蝴蝶是什么 光知道世界上最高峰是中国朗马峰吧 那你知道世界上第二高峰是哪儿吗 不知道了吧 这些我还真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俩就是借着知识进达 故意羞辱我狭隘的知识面 两位知识渊博的大师 我就不打扰你们好好学习了 我这个学渣 小鬼回去睡觉了 哎 来 雷夕 你等等我送你啊 谢谢你们给我补课 再见 明天见啊 明天见 川剧变脸大师见了你都要自亏不如啊 你也不赖啊 连刘吉这种谎话你都编得出来 也就临习善良 我才穿你 彼此彼此 各显神通了 你干吗 还要跟我回宿舍吗 狗皮膏药吗 我也可以送你回宿舍呀 行了 行了 他什么时候搬进来的 他跟着你接来的呀 你问我 你不知道他是谁吗 知道啊 知道你还让他进来 不是 哥 你都拿他没办法 我能怎么办 你自己处理吧 聊聊 聊什么 为什么搬进来 想搬进来就搬进来了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我不想跟你同居 我会没这癖好 打个赌了啊 赌什么 你不是学习成绩好吗 我就跟你比成绩了 这次月考 谁进步的成绩多 谁就赢了 我要是赢了 你给我搬出去 输了 你接着住 你这小算盘打得挺明白啊 你六门课成绩都不及我一颗 你进步空间巨大 怎么 怕输啊 怕输你可以修改游戏规则 不用 就这么定 嗯 你帮你拿上帽子 好 牛肉面五块一碗 酸辣粉四块 豆浆油条三块五 包子一圆两个 我还是买包子的 阿姨您好 要一个包子 只要一个包子 是吗 对 只要一个 再来一份牛奶 一个茶医蛋 一份酸辣粉 刷我的卡 你简直是我的救星啊 太感谢了 阿姨快点 快点 好饿 原来这就是爸总的快乐 好久没这么奢侈过了 你音乐会票钱怎么怎么样了 这不是刚开始吗 没省钱 降低恩格尔系数 降什么呀 总不能为了音乐饿肚子嘛 你没钱就找我 我开钱多 刷我的卡 随便刷 也可以刷我的 妈呀 一方有难 八方之缘 我太感动了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 连记绝型都出现在 早上的食堂了 这个时间我就不能 出现在这里吗 你平时不在家里吃了才来吗 忘了告诉你了 我住校了 昨天晚上就搬过来了 你 你怎么突然住校了 因为住家里每天来回的 三四十分钟 多浪费时间呢 我得把时间留下来 好好学习 第一名都开始这么拼了 嗯 毕竟我离我的目标还很远 不会啊 还是得继续努力 起来 怎样 凯克 咱就这么看着呀 模拼你 直接冲上去 个人衣服代足 君子报仇不急于一时 赶紧抽我 抽我 大哥 我让你抽背 抽背啊 我让你抽背单词背诵 大哥 你脑子里能装点学习的东西吗 你早说背语单词 我就知道了 赶紧的 再过一会儿我该忘了 全乱码 他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 那你就读第一个 不 不 不到 第一个就不会读 不 哥 我认识单词比你寒少了 英文你不会 中文你还不会吗 你读中文是吗 放弃 我什么时候说要放弃了 哥 你让我念中文 这第一个单词就放弃 你看 你看 来 来 去去去去去去 叫你何用啊 还不如自己读 我还不如自己读 进 吴老师 什么事 没事 我就是想问一下 以我的成绩超过金军型 有没有可能 我的意思是 考试成绩进步的分数 有没有可能超过它 当然有啊 毕竟要相信奇迹嘛 是吧 那可不一定 如果基军型语文作文好好写的话 还能提高个二三十分 除非它缺考或者退步 你倒是有赢的可能 缺考 退步 这可言 谢老师 什么情况啊 吴老师 什么时候去约会啊 放心吧 这孩子淘气归淘气 人还是很善良的 我劝你还是相信点科学 你就是因为一直相信奇迹 你们班学习成绩才如此出众 行行行 你说的都对 曹老师 我们什么时候去约会啊 我学习 玩游戏吧 行 你要玩 那我陪你 你们不用玩知识进打吧 对啊 我还有情理给我们两个当裁判的 行 我陪你们玩 那输了 总归得有惩罚吧 贴纸条 太常规了吧 那谈脑壳 能不能留点创业 那你想一个 我知道了 吴紫棋 来 继续 三 二 一 停 魔方 请改胜 来 继续 叫斑马 黑色 白色 红色 香肩马 叫什么马 有这种马吗 什么 什么马 什么 害羞的斑马 好了 第二题 螳螂请无工和壁虎到家做客 烧菜时候发现酱油没了 无工自高分涌出去买 却迟时时未归 为什么 被人踩死了 血腥胖 被蛇吃了 因为他一直在门口穿鞋 烂到爆 第三题 炸鸡和可乐一起过完结 为什么只有可乐被拦下 可乐是液体 就要被喝一口 可乐太胖了 过不去 不 因为只有炸鸡才能过完结 血腥胖 反正你们都没答对 哟 没想到还有一天能和你一起洗澡呢 你也可以顶着你那一头粉笔灰回去睡觉 干嘛 不好意思 水迷住眼睛了 我以为自己水龙头呢 我给你调过来 调过来 来 你干嘛 你不是喜欢洗冷水澡吗 洗吧 我可以 阿姨 要两个鸡腿 两份狮子头 还有两份糖醋里脊 好的 你们还要不要 阿姨 不好意思 我们要两份米饭 阿姨 您别手抖 不好意思 把你吃空了 没关系 你吃饱了吗 你只有七分饱 你呢 我 六分 你还有钱吗 再回小浣熊了 你对价格这么不敏感 还天天喊着要创业 什么意思啊 涨了 不仅是小浣熊 还有巧克力 辣条 饮料 一块的变两块 两块的变四块 都涨了 小浣熊 我想到办法了 你想到怎么用一块钱买到小浣熊啊 格局 我看到的不只是方便便 我看到的是今后 每包 每包净赚起码 我们一天卖二十包 一周卖一百包 一个月卖四百包 就是三百块钱 我们不仅卖方便面 我们还可以卖牛奶巧克力辣条 月日出现 不是梦 算得挺快啊 你要不要来当我的老板娘 我们一起开小卖部 我进货卖货 你收起 刷爆了你的卡 你就让我以身相许啊 你这门票的钱凑起了吗 成交 主人早 这次经过这么多货 一定卖好 真的 主人早 那好像是你 不够好 走 主人早 主人早 快上去吧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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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躲起来 快快快快 快跑快跑 快快点 走快点 走快点 快迟到了 哎呀 怎么办啊 这样过去肯定不行 哎 灵溪他们 不是不是 灵溪 灵溪 搞什么 灵溪 不是 不是 快快快快 你们躲在这干嘛 一晚上不见 膨胀了不少啊 再说就漏气了 那里面藏了什么 小心点 哇 这么多 这里面也都是 全班的灵石我们都被熬货了 我们的身家性命 就全都托付给你们了 一定要让他们顺利逃脱 我爸的魔爪 万事拜托了 我爸 尽力而为 快快快 马上上课了啊 快跑快跑 走快点 走快点 快迟到了 不知道吗 谢主任早 早 谢主任早 快上去吧 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 赶快出来吧 可以可以 我们算小点 别说车意 主任早 早啊 爸 那么早就在这儿抓着你了 等一下 谢昂 老板 您有事瞒着我呀 您有事瞒着我呀 爸 知书 昨天晚上 晚自习的时候 你是不是又偷看杂志了 我在窗户外边都看见了 爸 那不是杂志 我看的是财富经 对不起 爸 那个我再也不敢看了 主任 您还有事吗 我们还着急进教室上早自习呢 快上去吧 谢谢主任 挺大手笔啊你 那当然 毕竟我们的短期目标是 把小外部做到身为利益 长远目标是 纳斯达克 敲钟 没错 我本来只是觉得夕阳重 姜宇 你也快了 乔布斯在创建苹果的时候 也曾被你们这样的 凡夫俗子唱衰 你们在高中只知道学习 而我们 看到的是商机 获藏一部棋 大家速速来抢购啦 友情价 跳楼价 超低价 汽车 速速来抢 好 这帮你 要什么 先生 要什么 先生 要五块 五块 五块 我有 我有 这个 我的 这个两块 两块 我有 这个不小 这个五块 这个五块 十二十一格 好 两百块 这么多钱 我们怎么分 要不都给你 都给我 你终于懂事了 我爸的钱也都是给我妈管的 如果你爸愿意 他的钱也可以都交给我管 不过我可没有想过 要给你拿后码 你没发觉我们门口少了一个人吗 对啊 你知不知道我代表的是 中国未来田径的希望啊 得了吧你 喂 孙老师说你发烧了 让我代替全班同学喂喂你一下 不用 我休息一会儿就过去 你别祸害班迪同学了 我受孙老师之托给你带了些药 就在你宿舍门口 行 等我一会儿 我现在出去拿 去哪儿 谁找你 有灵溪 给我买药 好 联系 你怎么也受伤了 我脚崴了 您看 怎么这么大一个包 不是 你们一个晚上怎么搞成这样 你别瞎想了 你们这样躺在宿舍也不是办法 这得去医务室啊 联系 她还是感冒了 你们都给她拿药了 我说实话你得扶我去医务室 你不是这脚崴了吗 这边 我来 我来 你干吗 来 你干吗呀 老师 老师 她发烧都快五十度了 赶紧要掉水啊 老师 她搅得肿成猪蹄了 简易解枝 脱鼻子 老师 请你一定好好治她 好 奇怪 鼻子摸着很烫 你醒了 你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那就好 好 你周五有时间吗 我家里人想见你 谁啊 我弟 她从国外回来了 就是啊 她回来了 她想见你 所以要不要去我点儿 去啊 当然去 好 好了 大家都停笔吧 交卷了啊 从后面依次传到前面来 来 等一下 让我检查一下 我几颗大头写完没 这都加一份的 其实吧 你应该写证明 那怎么不早说啊 你也不早说 别翻了 你在最后一夜 我知道 几分也行 不过你这次考得还不错 进步了三十五分 那是 好歹我也好好学习了几个星期呢 那继续行呢 别翻了 她在第一呀 七百一十五分 她这考得跟我年纪名次都是一样啊 真厉害 她进步多少分 三十六分 因为她这次奏儿确实是写够字了 没意思 还得再跟她睡一年半 还得再跟她睡一年半 我走了 臭小子 向远 灵溪呢 刚才跟季军行一起走了 去哪儿了 你别急啊 这人一急啊 就容易上火 一上火呢 就需要凉茶 行 来两瓶 十块 给你二十 现在能说了吧 季军行家 说是她弟弟回来了 想见见灵溪 怎么又冒出来个弟弟 他们家怎么大小小 都要见灵溪 这个嘛 你还是以后自己去问灵溪吧 总之呢 你也就是晚了那么一丢丢 现在还在呢 哎 灵溪 她有约了 你说 你爹会喜欢我送她这个礼物吗 你第一次见面我该跟她说什么呀 你爹喜欢吃什么 我是不是得给她买点吃的 你有必要这么激动吗 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不也是面不改色 心不跳的 谁说的 我那时候比现在激动多了好吗 我冲过去抱你 已经是最克制的行为了 那你可得忍住了 我爸他回来了 他这个人啊比较严肃 到时候你可别吓到他 主 丹妮 丹妮 别吓到他 姐姐 姐姐 请吧 这就是 有首歌队 歌唱首歌 请备吓装 温柔像午后的风 人海之中 Illy续目不转经綁 就像看着星空 控制不住的脸红 连她的一撇一笑 都好温柔 和她讲话会大脑失控 能不能感受到 这一刻的心跳 演出最浪漫的情歌 请要眼神试探着 能否到她心里呢 要不要告诉她 我也盯着她 就在她头看我的下一刻 遮住了最温柔的风 就别让她流走了 我们在这座城 藏了许多情话 给微风听 不管歌之间名 都能让人脸上泛红银 那颗跳动的心 如雨后彩虹般创进 你仔细聆听 不快要动情 就是你我决定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